大家好,我是徐元刚 今天讲奇门论甲的第16课 九星代表了人体疾病 天鹏星为耳朵 肾、膀胱、肿胀病、发病急、快 天鹏星原始公位看挂 天人星 手、腰、脊柱、鼻 变形发展缓慢 医治速度慢、时间长 更挂,更为止 天中星 在哪个宫位 肝、筋骨、病情发展速度快 突然的爆发病 医治也要用迅速快速的手法 还有高血压 天赋星 在迅四宫 大腿 呼吸器官 乳房 受风、风寒、驯为风 传染病 一致时 要切断传染源 天鹏星 眼睛 血液 心脏 血光 发炎 上火 心脏病 表象的病 虚象 天鹏星 天鹏星 脾 胃 腹部 肩部 嘴部 脊部 代表病造部位 病音 天鹏星 天鹏星 中指部位 应该是颈椎 颈椎 大腿 代表得病的条件 外阴 疼痛 天心形 天心形在前功 头部 心脏 代表得病的根源 内阴 阴素等 这是九星 八门 修 代表病情在修复期 调理状态 休眠 潜伏 潜伏状态 无力状态等 野主 休息 静养 这种情况下 不易四处求医药 野主 泄力 就是 拉肚子 生 代表 疾病活跃状态 病情有发展的趋势 主治疗有望 伤口愈合的好 有生肌 也有起死 回生之相 伤门 病情处在损害 消耗 妨碍的状态 或受伤发病急 野主 伤灾 受伤的部位 肿快 也为抽风 伤寒 伤心过肚 肚门 代表疾病隐藏 潜伏期 堵塞 性质不明 不顺畅的状态 病为血栓 中风等 也为治疗有难度 颈埋 代表疾病 在活跃 疾病 初在活跃 发烧 发热 烫伤 烧伤 血液方面的病 也有血光之灾 受伤流血 心脑血管疾病 血压 脱昏一类的 死门 代表疾病 处在功能丧失 性质准变的状态 比较凶 无药可救 野主伤疤 组组织腐烂 肌肉坏死等 精门 精门 代表疾病 正在 阵痛 粗粗 可喘的状态 心里不齐 心慌 脉搏不稳 或失眠 噩梦 或心里有病 担心 之类的 开门 代表病情明显 处在清晰 开放的状态 也为积极治疗 医到外面去就医 又为肺 喉舌之急 开门 也为开刀 这是八门 这是具体的疾病症状了 感冒 日干临冰 或时干临冰丁 天理性临冰丁 为发烧症状 物加人 物加鬼为流鼻涕等 这指共参考 三线炎 树部和挤的关系 坤弓 迅弓出现病腥 日干或时干 加在物上 迅弓或坤弓 干临 以加丁 丙为干临 以加羹 为干临化 如果时干 日干 日干 天水星 有这个信息 要根据它的组合来断兵 如果落在阵宫 落在迅宫 可以交叉取向 糖尿病 必有人鬼水 因为人鬼代表血液 必有物极土 因为物极代表甜的东西 必有天水星 如果没有天水星 连根或白虎 都可以为糖尿病 它们组合可以使血粘稠 和糖尿病有关系 肺结核 天蕊 日干 时干 落前或对宫 由心和白虎出现为肺结核 肺炎 羹 心 加丙 丁 落离宫 对宫 代表肺炎 羹加天柱 代表咳嗽 直腐 加羹 代表头疼 坤弓 砍弓 加羹 或白虎 代表身痛 身体疼 鬼加羹 为白痰 鬼加雾 为黄痰 这个我比较熟 但是我 没有背下来 这个其实不用背 没有那么复杂的 你知道四天干 公位 还有九星 八门 八神 代表着这个疾病 大差不差的 就可以了 然后一看冰丁 绝对是炎症 这样发炎了 一看甲乙 肝胆 头发 之类的一个病 看落脑 公位了 对吧 不用四肌硬背 这些东西 当然你背 我不反对 如果你有热经历 想背就背 但这个都是灵活变化的 知气管炎 以代表气管 兵丁为炎症 以加兵丁 临天蕊 或日干 实干 以加兵丁 临迅功 知气管炎 为炎 勿解 加兵丁 若昆功 更功为味炎 常炎 以加兵丁 若昆功 更功为常炎 对吧 以为弯弯曲曲 结合功味 昆更属土 土为常味 脾味 胆囊炎 胆结石 以加兵丁 若镇功为胆囊炎 以加更心 临镇功为胆结石 更心为硬 硬的 肾炎 人鬼为肾 兵丁代表炎症 人家鬼加心 临砍弓 木加心为肾要求 临马性为急症 泌尿系统结石 砍 阵 对 三弓都为腰部 如 弓内有更加度 为隐痛 或阵痛 临马性 疼痛激烈 前列腺炎 以加丁 羹 心 兵为前列腺炎 临白虎或羹 为变清严重 白虎羹 不止 不灵 只是炎症 癌症 白虎加羹 加天蕊 再加一个死门 还有伤门 一般伤门情况还少一点 都是死门 白虎 刚 天蕊 死门 这三个出现两个 都算比较不好治的这个病 关心病 临丁 人鬼 猎功 阵功 砍功 马性 代表心脏 野加心 代表动脉 几家羹 鬼 加心 又有野 灵功 则为冠状动脉周样音化 也代表 血管狭窄 灵度 避赛不通 风湿性心脏病 离 阵 砍功 有兵 丁 人 鬼 灵六合 天蕊加白虎的 高血压 九天 天中兴 灵 离宫 前宫 再有井门 天鹰 兵丁 或人鬼出现 为高血压的特征 低血压 九地 玄武 在离宫 前宫 由井门 天鹰 冰丁 或人鬼出现 为低血压的特征 离腾蛇为血压不稳 腾蛇为反反复复吗 脑血栓 血管 脑血管 意外充血 以家冰丁 心 林天蕊 白虎 肚门 落离 前 逊 昆功为脑血栓 脑血管 意外充血的信息 血液病 天蕊和渡门 落根 昆功 或人鬼加渡 是血液病 血液不通了 渡门 堵塞 血液不通了 堵住了 林羹也是 阻隔 前面天干有讲过 羹代表祖国 渡门也代表祖隔 腰椎病 天柱形代表腰椎 落砍 对 前 阵 再临天蕊形 天蕊形代表疾病的形 净椎病 以家心 临训 离 昆功 为净椎病 上三路 复科病 人 鬼 加心 解 落砍 阵 对 昆功 为子宫肌瘤的信息 便秘 几家羹 落砍 功 几家鬼 落砍 功 为拉肚子 这是便秘 这是拉肚子 现在就开始预测了 我再说一下断病的一些技巧 一些翘点 这些都在资料上有 这个 PPT上是 没有的 天蕊形 以其为医药 医生 天蕊形 为吸医 吸药 以其为中医 中药 天蕊形 临开 修 生 三门 为药道病除之相 临死 经 伤 度 均为不理想 天蕊形 以其 临直服 直使 为高档药品 明医 明怨 临 藤舌 或玄武 多为虚假不识 假衣 假药 临藤舌 也主 巫婆 神汉 临玄武 要防止 上当受骗 藤舌也可能是 去病 去病 找一些 道士 或者说 一些看事的 上香的 或者找我们这些人 天蕊形 以麒麟 渡门 白虎 为医疏 一流 这个医生 技术过硬 临太阴 为这个医生 细腻 认真负责 临开门 丁 丁齐 煮手术 开刀 治疗 其实开门 不止临丁齐 开门加心 也代表 开刀治疗 这项 心煮小手术刀 不论良医 用医 好药坏药 只要能克 病行所落之功 医必有功 反之 明医 良药 也不能治 比如说 天蕊形 落坤功 你去东边或东南 找了一个大夫 或者说 天蕊形 乙齐 在阵功 训功 能克 病行所落之功 比如说 这个病 所落之功 为对功 前功 天蕊形 乙齐 如果任何一个 在落到这个 离挂 那 你这个病 就会 要到病除 就能根治 就能治好 如果这个天蕊形 乙齐 落在其他的宫内 不一定能治好 明白了吧 临天蕊形 就去找西一 临乙齐 就去找中一 好 下节课 咱们再讲预测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这是我的微信号 咱们下节课 再见